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建立于公元1271年,灭亡于1368年,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元朝打下了巨大的疆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和东北、中亚、伊朗和俄罗斯等地,然而,元朝的统治却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最终被明朝推翻,那么,为什么元朝只持续了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呢?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元朝末期,国家风雨飘摇,战火纷飞,大地一片荒芜,无边寸草可生,上层统治者沉沉沉于荒淫之中。 昏君与乱臣肆意横行,征睡暴脸,沉沉于享受青春年华和美色,而下层百姓则饱受豪强地主的专横跋扈,宛如牛马一般负重前行,帝王的荒淫,地主的剥削,百姓的苦难,使得这个垂死的国家陷入了最后的荒唐之境,人性沦丧, 甚至演变为亲生子女相识的地步,勉强支撑着这个即将灭亡的国家。 对于当代人来说,难以理解元朝为何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就走向了灭亡,然而,只需一窥他们的皇位传承,便能明白百年对他们而言是何等的幸运。 元朝的皇位传承历来是一个充满波折的过程,继承权力的方式包括世袭、善让以及嫡长子继承,而中原各个王朝在这方面都经历过一些波折和挑战,然而,有一点却从未改变,那就是中原王朝在传承皇位时一向遵循礼仪和道义, 不论是通过敷衍、欺骗,甚至是充满阴谋和诡计,终究要为天下人交代,登上皇位的人必须对国家负责,即便在权力面前,中原王朝的君主们也显得小心翼翼,然而,元朝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对权力的重视程度早已超越了道义这两个字眼。 在面对天下人和家族成员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弱水三千,我只取一条,这美好的句子在元朝皇室中却带有讽刺和贬义的意味,元朝的君主们对权力的渴望,使得他们的皇位传承变得混乱不堪,在他们看来,强取豪夺才是成功的途径,所有流淌着蒙古可汗血液的人都渴望执掌权力,所有在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人都想要为之拼死一搏, 在蒙古骑兵的世界里成就千古的人物流明,失败者却只能沦为坟土一堆蒙古人的风俗文化独特而充满激情。 战死的地方面是他们的安息之所,这种风俗为后世的权力争斗埋下了伏笔,特别是在元成宗贝尔纸金,铁木尔时期,黄泉的传承就此断裂,元成宗铁木尔,元武宗海山,元人宗爱玉里巴利巴达等几位皇帝的权力传承与交接虽然相对克制, 但这并未改变元朝对权力的过度追求,在这个时期,权力成为了一场残酷的角逐,而这种追求权力的渴望最终导致了元朝的衰落,元英宗硕得巴辣时,权贵们开始展开残酷的权力斗争,历见交错之间。 只映照出他们肆意妄为的面容,为了权谋,竟然毫不顾忌生死,元明宗贝尔之金,何施纳成为首个成功者,然而讽刺的是他刚坐稳龙椅,就在下属毒手之下,英年早逝,贝尔之金的死,引发了元蒙古贵族的觉醒, 使他们认识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不再是个体之间的争斗,而是整个部落的厮杀,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本就是悲剧,然而更让人心痛的是,这些残暴的奸臣相互攻击,而百姓却一直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元末的混乱令人费解,其他历史时期的叙述通常清晰明了。 唯有元朝的历史,似乎被轻描淡写,元朝灭亡的原因并非简单,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忽必烈建立元朝,一直到明朝将领徐达,攻占元大都,元朝短暂百年的存在,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很多人认为元朝并非中原历史,但实际上这个观点并不正确,有人认为元朝之所以先有记载,是因为其末期的混乱,从上至下,皇位传承混乱,而底层百姓的生存, 更是一片混乱,是底层人民在挣扎求存,那时百姓的生计如同刀尖上的血,每日冲击,周中五米,一插块就浮现出无奈。 在中原大地上,许多像朱仲八一样,带着数字名字的汉人,接二连三的饿死,人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他们在绝望中挣扎,黑暗中艰难前行,步履蹒跚,满身伤痕,而他们留下的血迹并未引起官府的关注, 反而成了上层统治者眼中的一景,残酷的场面在每个汉人的心头浮现,并非为了起义,造反或叛乱,而是为了生存,为了在严寒的冬天找到一个庇护所,他们并非羡慕豪门富贵,只是害怕自己可能成为冰冻的尸骨,因此,狼烟弥漫,江山北望,各地的异军对原政府发动了激烈的攻击。 即使身受重伤,也要在生命垂危之际坚守公道,然而,元朝却在进行怎样的活动呢,皇位的争夺仍在继续,国家岌岌可危,但他们却在讨论眼前的微不足道的私利,长达近百年的安逸生活,让这些人完全忘却了先辈们在马背上的英勇时光, 一旦他们沉迷于龙椅的柔软,就已经失去了挥动武器的力量,只能任人宰割,混乱的历史终将羡慕,中原大帝也将进入崭新的王朝,未来的道路或许坎坷,但至少民众已经看到了希望,元朝的政治制度不稳定是导致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虽然在建立初期采取了吸收汉文化的措施,但其政治制度却是以蒙古传统的军事统治为基础的,元朝的统治者在政治上过于依赖军队,并通过赏罚制度来维持军队的忠诚,这种政治制度不仅严重削弱了官僚制度的权威,还导致了贪污腐败和社会动荡,进而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元朝的经济政策也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朝的经济政策以农业为主导,并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农民兼并和屯田制等措施,这些政策导致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和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也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元朝还实行了高额的赋税和战争征收,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民不聊生的局面,元朝的民族政策也是导致其灭亡的因素之一, 元朝虽然吸收了不少汉文化,但其实行的民族政策却是以蒙古族为主导的,同时也对其他民族实行了歧视和压迫,这种民族政策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元朝的统治者在外交政策上也犯了不少错误,进一步削弱了其政治和军事实力。 元朝曾经在中亚、伊朗和俄罗斯等地扩张领土,但在这些领土上的统治却并不稳定,元朝曾经与蒙古帝国、朝鲜王朝和日本等周边国家发生过战争,但这些战争对于元朝的统治者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收益,反而削弱了其军事实力和国家资源。 此外,元朝的统治者还对外交政策缺乏稳定性,经常改变对外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元朝之所以只持续了不到百年就灭亡了,是因为其政治制度不稳定,经济政策有缺陷,民族政策歧视和外交政策错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元朝的统治者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未能处理好国内外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其灭亡,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我们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建立者为元氏族忽必烈。 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元朝将于辽阔,横跨欧亚大陆,成为历史上面积最大的中国朝代。 然而,元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元朝的衰落和灭亡,政治制度问题。 元朝实行的是一种二元政治,即蒙古文化和汉文化并行,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隔阂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 此外,元朝的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官员之间互相勾结,使得政府运转不畅,经济体系问题。 虽然元朝的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农民负担沉重,导致农民起义不断,进一步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 元朝的军事力量在初期非常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战争屡遭失败,军队的战斗力逐渐下降。 这使得元朝无法有效地维护其广阔的疆域和统治地位。 元朝的文化政策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对知识和教育的轻视导致了文化繁荣的停滞。 此外,元朝的宗教政策也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元朝的皇位传承中存在严重的混乱现象。 首先,元朝皇帝的即位方式并非按照传统习俗进行,而是多有政变和暗杀,这使得皇位传承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其次,元朝皇帝的继承制度也十分混乱,既有长子继承制,也有选举制,这导致了权力的争夺和政治的不稳定。 最后,元朝的后非干政现象也十分严重,皇后和贵妃们的权力斗争直接影响了皇位的传承,这种混乱的传承方式最终导致了元朝的覆灭。 元朝的衰落和皇位传承的混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的不稳定,经济上的不平衡,以及军事和文化上的衰退,共同为元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同时,元朝皇位传承中的混乱现象也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分裂。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使元朝在短短不足百年的时间内走向了衰亡。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元朝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境界,它提醒我们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要重视政治稳定、经济平衡和文化发展。 同时,建立稳定的皇位传承制度以避免权力斗争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也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 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